农村随处可见的两种植物 对付关心病是很好的良药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识别两种 既能够做菜又是中药的植物 是关心病的天然死对 大家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避免划走以后就找不到了 这两种植物 一种就是泄白 这就是我之前在视频里面提到的 又像葱又不是葱 像蒜又不是蒜 既是野菜还是治疗胸臂的重要的药药 它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宽胸通阳散结 还具有行气导致的功效 第二种就是瓜楼 瓜楼的别名又叫吊瓜 大肚瓜老鸭瓜 它具有着清热化痰 宽胸散结的功效 瓜楼配上泄白 既可以去痰又可以通阳气 相辅相成 是治疗胸阳不振 气质弹阻导致的 关心病心脚痛最常用的对药 如果你也有关心病心脚痛 而且胸背疼痛 气短乏力这样的症状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但是呢 切记不要自己胡乱的用药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 具体的搭配用量也不同 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以免呢发生危险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其他想要了解的都可以点我的头像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会抽时间给大家做解答 告诉你一个喜讯 血管狭窄不用再害怕了 因为血管狭窄这个病 它是一个现在特别常见的病 又多发 而且是慢性病 它与年龄呢 有一定的关系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玉浩教授 如果你也患有血管狭窄 动脉硬化 斑块 关心病 心梗 脑共血不足 脑梗这些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 我会用临床工作40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给你做解答和实际的解决问题 只要你点个小红心 有问题呢 就可以告诉我 我会根据你的记忆体情况 做一个全面的解决你的方案 告诉你一个喜讯 血管狭窄不要害怕 屏幕前的你别着急划走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玉浩教授 从事医疗科研教学工作40多年 滴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如果你也有高血止症 动脉硬化 动脉斑块 关心病 血管狭窄 高血压 脑梗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没有得到专业的治疗 现在呢 也不需要千里迢迢的到北京 来求医问样 我在临床上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把具体的情况编辑好 单独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呢 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讲解 2023年4月的好消息来了 害怕颈动脉斑块脱落 终于可以放心了 分享给大家一个喜讯啊 有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千万不要走开 你一定要耐心的看完这个视频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颈动脉斑块脱落呢 现在可以放心了 因为这是可以控制和可以调理的 大家好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你身边的医生朋友 做科普视频 为了大家更多的了解 我们的健康问题 我会持续给大家科普一些 真正的有实用价值的视频 如果你也担心颈动脉斑块 动脉硬化这些相关的问题 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我来帮助你解决这些难题 你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看到了以后 会给你专业的解答 夏天都要来了 还不知道这个 对抗脑梗的好方法吗 脑梗后遗症的朋友 请认真的听我说完 如果你正在背手脚麻木 腿迈不开步 跨拦手 走路呢 一瘸一拐的 言语不清 流口水 脑梗后遗症恢复呢 一定不是靠一些小的方法 就能实现的 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准确系统的进行恢复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深受脑梗后遗症的困扰 可以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我来给你提供帮助 多年的关心病 中医一番不再反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 曾经有一位呢 九年的关心病病史的患者呀 如今呢 也痊愈了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以免呢 你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这位患者啊 他心脏坐了支架两年以后 又复发了 复发的原因呢 我归于有三点 弹拙 阳气虚弱血运 弹拙哪来的 有的人得了病以后啊 根本不续想 他怎么得的这个病 照样呢 肥肝后胃的吃那些油腻之物 再加上这位患者呢 年纪也大 所以身体不仅有 弹湿弹拙 还有阳气亏虚的症状 压制不住了这个寒气 血管中的血运行呢 就减慢了 这就诱发了关心病 所以条理的时候呢 宣扬通闭为主 同时要补气 我给他开的方里边 有浴巾 瓜楼 川胸 赤勺 单身 盐湖锁 桂枝 必须有的 还是黄气 可以有补气的作用 大家不要小看这些药材啊 每一个不可或缺的 桂枝呢 是心萨 通阳 它能够通落止痛 川胸啊 赤勺 单身 浴巾这些 它是通落止痛 活血化瘀的 黄气呢 它是补气为主 瓜楼是去痰 化琢的 所以整个方用起来呢 就共同起到一个 能够让 宣扬通闭 活血化瘀 同时气补上来了 整个身体的 血循环就增加了 这个方法呢 可以调理 关心病的患者 而且取得 很好的临床效果 这也说呀 中医药的文化 渊远流长 副作用也小 标本兼致 如果你也有 关心病的困扰 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 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 告诉你适合的 药物和方案 好消息 关心病 不用再担心了 告诉大家一个改善 关心病的好消息 胸背 疼痛 胸闷 乏力 气短 心慌 是不是也困扰着你 如果是的话 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也许对你有帮助的 无论你是心脏的早博呀 防颤呀 心脚痛啊 还是坐支架以后 留下的后遗症 这些情况呢 都不用再担心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在40多年的临床经验下呀 已经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现在呢就可以把你的具体情况编辑好 发给我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找到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山楂是个宝 这样的搭配好 血管的淤堵就不烦恼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今天这个视频可以让你受用终身 我们都知道啊 山楂是个宝 如果用的好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消食健胃 还能够降压降止 让你的血管畅通无阻 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临床上开了多年的中药 如何搭配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点小红心 让更多的需要的人看到 山楂呢味酸性温 有消食健胃 行气散愈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山楂配以下的食材 比如说枸杞 红枣 陈皮 肌内筋 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 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强化脾胃的消化功能 如果你的脾胃能力强 无论消化吸收和血管的运行 就都会能力强 中医呢 讲脾胃是主气血的生化之源 脾胃吸收的越好 你的气血越充足 就不用再担心血管堵塞的问题了 那么这几味药呢 搭配起来相辅相成 可以很好地改善血管淤堵的情况 但是呢中医讲啊 是辩证失质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又不一样 需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进行配武组方 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 如果你也有低压高 低密度脂蛋白高 颈动脉斑块 血管的堵塞 血管的狭窄这些问题 大胆地可以点我头像 跟我打个招呼 我来帮你做解答 巧用两位要煮水 活血化鱼 通血管 不收藏你损失大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你平时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气短 胸部有刺痛感 甚至后背都疼 这是瘀血的情况 那你看完这条视频呀 肯定会有所收获的 大家先点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这两位要呢 就是单身和积血疼 单身是微寒 它能活血化瘀 又能通经止痛 积血疼呢 苦肝性温善于入肝经 它既能活血又能补血 与单身一起啊 补血活血去瘀生心 改善血瘀的状况 非常的有效 做法也很简单 用适量的单身 积血疼 用水给它肩服煮了 每天用煮的那个水多喝几次 如果你也想试试的话 又不知道 适不适合自己 可以点我的头像告诉我 或者把你的报告啊 发给我 用药的多少 要根据你具体的症状和症形 进行辩证加减 每个人的具体身体情况不一样 你也自己不要自行去用药 以免用错了 巧用地黄丸治疗脑梗 简单还有效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 巧用地黄丸来治疗脑梗 用黄旗 当归赤勺 地龙 桃仁 红花 这些都是有补气活血化鱼作用的药网 煎水以后 早晚两次去服用 同时呢 每天加上浓缩的六维地黄丸 用这个汤药送服 这个方呢 特别适合 气虚血瘀 再有肝肾阴虚的脑梗患者 可以有改善脑梗以后 头晕头痛啊 口齿不轻啊 肢体麻木这些症状 汤药的作用呢 主要是补羊环武汤 它是一气活血通落 而六位帝皇呢 它是温补肾阴 两者兼得 就能改善气虚血瘀 同时肝肾虚的症状 脑梗的症状也就自然减轻了 这里呢 我没有说用量是因为 每个人的体质和情况是不同的 用量呢 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 进行加减配务 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 常喝一杯水改善关心病 长寿又健康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患者问啊 说得了关心病 是不是就活不久了 大家可千万别这么想 只要病情平稳啊 活到99 也是很有可能的 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一个 改善关心病的方法 希望朋友们能够认真的听完 点赞收藏起来 没事的时候多看几遍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用三七粉去冲水 三七又名田七 明代著名的药物学家李时珍 叫他金不换呀 俗话说 北人参 南三七 人参是补气的第一名 三七是补血的第一 关心病的朋友呢 可以在家里准备一些三七粉 每天用一小勺 冲水喝也可以 放在酸奶里 拌了吃了也可以 能够帮助我们改善 像心脚痛啊 胸闷气短 这些心血管的问题 只要坚持喝下去 对身体呢 就一定是有好处的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呢 这个三七粉呢 单独的去冲水喝 和服用单独的三七粉 只能起到养生和辅助治疗的作用 如果要想根治关心病 需要和其他的中药进行配护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 我会给你提供帮助的 心脏不好啊 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记住这五点 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呢 不知道平时应该怎么注意 今天给大家来说一说 第一啊 每天睡觉前先想一想 今天药有没有忘了吃 千万不要忘记 吃你必须吃的一些药 慢性病的患者呢 需要长期服药 如果中断期药的话 就会影响疗效和身体的代谢平衡 第二呢 要想一想 床头有没有放一些急救药品 这些药品呢 必须准备好关键的时刻 很可能是救你一命的 第三呢 睡觉前尽量不要吃主食 睡前进食 血液会更多的流向肠胃 这样就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第四呢 要注意睡前有没有胸闷气短的症状 如果感觉到胸闷 呼吸困难 上不来气 就要格外的注意 最后呢 一定要注意 在睡前有没有心脚痛 睡觉的时候 如果血压低 心率都降低了 很容易会出现心脏的供血不足 一旦感觉到有心脚痛 一定要及时就诊 心脏不好的朋友 建议大家 平时就要用中药来调理 中医的辩证论治 调理气血阴阳的平衡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你的心脏问题 如果你也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可以告诉我 我会给你提供改善的方法 切白最佳搭配 话语力量 加倍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有心肌缺血 心血不足 关心病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的朋友 对于切白是不陌生的 切白就是我们常用的小根蒜 它有通洋散结 行气导致的作用 是治疗胸壁供血不足 关心病常用的药 今天教大家用切白 和什么来搭配 煮水喝 效果会更好 大家先点小红心收藏起来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记得多看两遍 你都记住了吗 没有记住的朋友 可以记得多看两遍 觉得有用的话 你也转发给你的好朋友 点上小红心 关注我 方便你了解更多的中医健康科普知识 血压高啊 可以看手指就能看出血压高的程度变化 如果出现了三个异常 脑梗的可能性就越来越近了 要注意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这个视频呢 对血压高的朋友来说 一定要注意 手指呢 出现以下这三个特征 可能就会是脑梗的先兆 第一呢 就是手指发麻 造成手指发麻的原因有很多 除了有神经压迫以外 血压的持续偏高 也可能会导致手指发麻 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调理和改善 很有可能会诱发 一系列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第二呢 就是手指的肿胀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很多的 如果睡前喝了很多的水 或者是风湿骨病这些都有可能出现 手指的肿胀的情况 那除此之外呢 在一段时间之内 你的手指肿胀 总是频繁的出现 也一定要注意了 特别是高血压的朋友 可能是高血压并发症到来的一个型号 这第三呢 就是手指上有凸起的血管 如果你的两手在垂直的状态下 手指的部位会出现明显的血管的凸起 有可能是高血压并发症来临的型号 如果你也有以上的症状 千万别忽视 通过辩证论治 整体的条理就可以改善这些症状 遏制住这些危险的症状出现 如果屏幕前的你也有高血压 血管堵塞 脑梗后遗症这些问题 都可以给我留言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 补气可以吃黄旗 教你一招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大家都知道啊 补气之掌就是黄旗了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搭配才更好 我来告诉你啊 点赞收藏记下来 黄旗呢 加当归 气血双补 黄旗加三七 补气活血化淤 黄旗加山咬 不仅能补气 肺脾肾之音都可以补 黄旗加白竹 健脾一气 黄旗加麦冬 补气滋阴 防止你吃了黄旗上火 加上麦冬最好了 你记住了吗 送给脑梗患者的三句话 家人必读 第一 得了脑梗 不要有心理的负担 脑梗抢救及时 救治得当 一般不会影响寿命 配合医生 积极的治疗 调整好心态 非常重要 第二 大家挣钱都不容易 看病能省一点 是一点 如果你也有脑梗 脑出血的困扰 可以把你的详细情况发给我 把路费 手术费这些都可以省下 第三 我是首德医科大学 赵羽浩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看到大家的点赞和鼓励 让我觉得自己在做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希望能帮助大家 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 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关注我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到你 都说黄旗补气好 除了补气以外 它还有什么作用 大家好 我是赵羽浩教授 终于常说一句话 说外行吃人参 内行吃什么呢 黄旗 神动奔草经上的 把黄旗列为上品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把黄旗掰开了揉碎了 给大家讲清楚 黄旗除了有补气的作用以外 它还有哪些好处 点亮小红心 接着听我往下说 黄旗除了补一身之气以外 特别善于补中意气 第二呢 黄旗可以预防感冒 因为它可以增加胃气的功能 增加了防御的功能 提高了免疫力 所以它预防感冒的作用 第三呢 黄旗可以利尿消肿 黄旗呢 不仅可以补气啊 通过气型水则型 所以气足了以后呢 增强了利水的作用 利尿的作用 第四呢 黄旗还可以排毒生机 第五呢 糖尿病的病人 吃黄旗的话 现在要的研究 它的多糖 可以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 所以说黄旗呢 对于低血糖患者 或者是血糖高的患者 都可以起到一个 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 第六啊 黄旗不仅是调节血糖 同时黄旗还是可以 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 那如果是气虚型的这种 血压不平稳老师变化的话 对血压的调节也有很好的作用 那黄旗呢 用的时候要注意啊 要循序渐进的用 不要一下子用到多少 当然我在临床上最多用到120 你可千万别这么用 逐渐从小量开始逐渐增加 如果一旦你用的时候 出现了上火啊 投运这些不适的症状 那就要减量了 要停用了 另外呢 黄旗在应用的时候 还可以搭上以下的组合 会增强黄旗的作用 这第一组合呢 就是加上枸杞 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说啊 黄旗可以补气 枸杞可以补肝肾 那配合起来呢 对改善睡眠呀 增强体质啊 提高记忆力都有好处 第二呢 黄旗搭配上当归 这也是我特别爱用的 一个补气 一个补血 增强了血管壁的软化呀 活血化油的作用 气血双补 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第三 黄旗配上单身 它特别适合于心脑血管的疾病 气蓄加上淤质的病人 很适合中老年人 特别是肥胖人群 血脂高这样的人群 来畅通血管 降低血栓的进程 所以黄旗 你学会使用方法了吗 长期的气血不足 三味药 搭配起来 可以补气翻倍 大家好 我是赵一浩教授 很多的朋友 长期的气血不足 倦怠乏力 睡眠也不好 气虚的体质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临床上常用的三味药的小方子 可以补充气血的不足 方子的组成呢 是黄旗20到30克 当归5到10克 红枣啊 两到三枚 每天呢 你可以用它反复煮水喝 经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把气血补回来了 枣呢 一般的说 每天的用量啊 不要超过三个 是太多的话 它会爱胃 什么是爱胃呢 就是防止了胃的功能了 所以你就表现出来 吃不下饭 这就是爱胃 也就是说 你枣如果吃多了 把它堵在那了 消化不良了 如果是体寒 那朋友呢 可以加上两到三片姜 容易上火的话 还可以加上麦冬时刻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大家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以点我的头像来告诉我 我来给你解答 陈皮加一宝 心血管的疾病不来找 健康活到老 简单又省钱 在家呢 就能做得到 今天交给你一个小方子 可以有效的把心脑血管的疾病给控制住 自己在家也能调理 这个方法呢 就是有两个组成的 我们说陈皮 陈皮是有苦味 性质是温的 入肺经和脾经 它具有礼器健脾 去吃化痰的作用 加的这一宝是什么呢 就是葛根 葛根呢 是甜的 性呢 是凉的 它具有生经止渴 生阳止泻的作用 同时呢 它具有着对肌肉的解肌作用 这就是我们说的通落活落 用在心脑血管方面呢 起到了很好的调节血压 调节血管 痙攣这样的特点 所以这两个要配合起来 相辅相成 增强了药物的疗效 是非常合理的一个 降脂保护血管的最佳搭档 它有利于我们的血压 血脂 血糖 这些血液成分的恢复 如果你和你身边的亲人 朋友 也是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血管的疾病 可以点我头像来告诉我 我来给你帮助 颈动脉斑块 就怕这个新方法 今天全告诉你 2023年呢 新方法 颈动脉斑块的朋友 别划走 如果你有颈动脉斑块 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这些 心脑血管的问题 我来帮你辩证解决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我会从你的病情和体质 进行分析 对你进行日常饮食 运动方案的指导 教你如何去把自身的 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 如何的运用中药来调理 相信我能帮助到你 可以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大胆的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问题发给我 我会根据你的情况 给你进行指导 颈动脉斑块 可以放心了 新的方案来了 刷到这个视频啊 真的是很幸运 如果哪位朋友 你有颈动脉斑块 动脉的硬化 下肢动脉硬化斑块 血管的狭窄 血管的堵塞 甚至呢 心梗或者脑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好精折磨 今天你就找到了 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用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 帮你辩证分形 找到最根本的病因是什么 控制你的斑块 改善血管的堵塞 恢复血管的健康 如果你想得到帮助的话 可以点亮小红仙 把你的问题发给我就可以了 高血压高血脂 都不用到处在求医问药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有高血压高血脂 关心病的朋友 可以看过来 无论你是心慌心悸胸悸气短 还是出现了心脚痛 都不用在到处去求医问药 我可以给你一对一的 解答这些问题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是按常临床治疗 心梗梗梗 血管狭窄 高血压高血脂 颈动脉斑块 这些问题的患者非常非常多 如果你也愿意和我交流的话 关注我 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仙 把你的问题告诉我 只要我看到的话 会为你一一的做解答 高血压常用的三种中程药 建议收藏起来 关键的是个呢 可以帮助你降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高血压的朋友呢 来认真听一下啊 接下来介绍的三个中程药 都对调节血压有好处 第一呢 就是罗布麻酱鸭片 它的成分主要就是罗布麻 下骨草 沟腾 这些能够平肝 正肝浅阳 西风活血通落的药物 主要是针对着肝阳上抗 淤血阻落 导致的高血压 高血脂和动脉硬化 这样的病症 第二呢 就是牛黄酱鸭片 牛黄酱鸭片 原方的主要成分呢 它是有羚羊角 珍珠 牛黄 白勺这些药 有清肝西风 这样的效果 对于肝阳上抗 导致的 悬晕 头晕 头痛 高血压患者 非常适合 第三个呢 就是心脉通片 主要成分是当归 绝命子 下骨草 活血化鱼 通脉养心 降血压 同时降血脂 这样的功效 用于高血压 高血脂的病症 这里边要提醒大家 一定不要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药物呢 同时用 以上三个药物 都是降压的 用一种就足够了 哪一个适合你 用哪一个 别用错了 如果你辨不清 自己使用哪一个 更合适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症状 发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 黄奇的八种搭配 划走你损失大 血管狭窄 血管堵塞 血管刚快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 大家好 我是赵宇浩教授 用黄奇加遗物 效果不一般 终于认为堵塞的形成 和气质血淤 气质寒凝很有关系 有些人呢 还会出现一些 情绪的急躁 四肢乏力 气血不足 食欲不振的情况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 八种黄奇的不同搭配 可以用来炖汤 也可以用来煮水喝 效果会翻倍 第一种呢 就是黄奇加单身增加了活血化鱼的效果 第二黄奇加枸杞 既补气又补肝肾的作用 第三呢 黄奇加玉竹 补气自阴 第四黄奇加当归 气血双补啊 第五黄奇加福小麦 补气雾表止汗 第六黄奇加福灵 补气除湿的作用 第七黄奇加山渣 既可以补气又消食化鱼的作用 第八黄奇加颅根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既补气又清理肺的作用 黄奇不同的搭配呢 就对应着不同的症状 这八种情况总有一款适合你 你记住了吗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 收获健康